你觉得车子做成这样还好看吗 不管你觉得好不好看 越来越多的SUV选择溜背化 宝马的X6X4自然不必说 奔驰也有GLC和GLE的酷配车型 连保时捷卡焰都酷配了 甚至上汽大众的图王图官 都有弯腰驼背的X版本 而在上述这么多车型中 我觉得最好看的其实还是奥迪Q3 Sportback 理由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正在卖这个车 你现在看到的这台车 是202款奥迪Q3 Sportback 45TFSI Quattro时尚型 和现在3S店卖的一模一样 算是整个车型的次顶配 这台车是今年1月才上牌 里程3000公里 从任何角度看 这都是120%的准行车 目前它在我们小程序上的 二手价格是25.8万 同年份同里程二手车当中 它的价格极具竞争力 而半年前新车落地价格 应该在30万冒点头 才3000公里 这就亏了5万块 这买股票也比它保值 如大家所见 这车的灰色非常的特殊 原厂并无此颜色 实际上原车颜色为鳄鱼绿 也是非常好看的 只是前车主拿到这个车之后 就给车子贴了哑光膜 目前膜的光色度十分的喜热 摸起来也是漆面那种光滑的质感 建议保留 内饰大家随便看看就行了 我只要把我录设时 踩脏的脚垫洗洗干净 这车就可以冒充新车了 我们这台是次顶配 但显然奥迪把精力都放在了动力系统上 车内亮眼配置并不多 还好仪表是液晶的 车机是满配的 氛围灯那绝对是定机的 尤其是副驾驶色这个夸球标 多种颜色可要接 让车主满足感满满 哦对了 这么多氛围灯颜色 其实说得上顺眼的也就是这个奶白色 其他的呢 太谣艳了 威大王表示驾驭不住 我们这台车叫做45TFSI 动力这块自然没话讲 2.0T发动机 足有162前瓦峰值功率 356米峰值扭矩 再配上夸球四驱 听起来和开起来一样的带劲 而且相比于普通版本的Q3 6倍的Q3 Sportback 底盘调校似乎更加运动一些 遇到一些勾勾勾勾 简震弹簧都丝毫不妥协 如果你想在SUV的坐姿空间 和紧凑型轿车的操控之间 找到一种平衡 那不妨考虑一下这台车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Q3的Sportback 无论是内外设计还是驾驶感受 乃至最重要的价格 它都令我非常的满意 和老款Q3比起来 Q3 Sportback的内部空间更大 除了头部空间 而且它也更具运动味道 科技感十足 不再是Q5的简单缩放 而我们这台车 也因为动力系统的规格非常高 自然也和自行车库里面 常见的那种老Q3拉开的差距 那些车 买菜代步的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不过同样是比起老款Q3 新一代的Q3 Sportback 在做工用料上面有点取巧 中控和门板上都使用了不少的硬塑料 如果您对这些细节比较在意的话 不妨用同样25万左右的预算 看一下我们其他在售的自行车 选择依旧丰富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